一具干尸从墓地里爬了出来 他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 现在因为儿子的召唤 重新复活过来 儿子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控制儿子的女友 将儿子的朋友们 一个个洗干扬气 同时召唤出各种怪物 当自己的手下 二十年前 老白身为一名黑魔法的修炼者 已经修炼成魔 完全丧失人心 甚至不惜献祭出 自己还在墙袍中的儿子 妻子当然不同意 不顾一切地冲上去 一把抱走儿子 并将祖传的项链 带在了他的脖子上 可老白已经走火入魔 丧心病狂地 用魔法控制住妻子 让他乖乖地 把儿子放回台子上 幸运的是 那条项链救了儿子一名 老白根本进不了他的身 于是派人把儿子抱出去扔掉 仆人走到外面 但不忍心把孩子扔掉 于是就把他偷偷 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之后将他抚养长大 此时 另一边老白选择拿妻子献祭 妻子当场殉名 转眼20年过去了 儿子小白已经长大成人 还谈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现在老白已经死了 和黑魔法一起 长眠于地下 小白继承了父亲的巨额遗产 之后带着女友 一起住了进去 晚上 小白在家做清洁 意外发现一间密室 走进去一看 地板上竟然有一个魔法镇 旁边的箱子里 还有一整套魔法装备 包括一件法袍 和一本记录黑魔法的书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小白打开了这本书 里面的内容 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 小白渐渐看得入迷 而且越来越感兴趣 经常看得入神 连女友都被他冷落了 之后的某一天 为了庆祝买房 小白邀请一众朋友 来家里聚会 大家玩得很开心 直到下半夜也没人想离开 他们正商量着 玩什么游戏打发时间 小白突然想起那本魔法书 于是提议大家 举行一场书上的仪式 此时众人已经喝高了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而且他们认为 小白不可能召唤出地狱恶魔 世上也根本没有魔法 小白让朋友都站进 那个魔法镇里 然后对照书本开始念咒语 朋友看着他一副 非常认真的模样 不禁失声嘲笑 结果不出所料 小白什么也没召唤出来 朋友们顿觉扫兴 纷纷转身离开 因为男人的召唤 魔法镇里出现了一只妖怪 但此时 他的朋友们都已离开 小妖怪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这天 小白告诉女友 自己想要休学 表面上是想休息一段时间 其实他已经决定 利用充足的时间 专心研究黑魔法 女友看他心意已决 也不好再说什么 第二天 等女友一出门 小白就来到地下室 学习黑魔法 不愧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小白走上了当年他爸爸的老路 不过现在处于初始阶段 他还能保持理智 为了女友的安危 他把那条祖传的项链送给女友 当作护身符保护他 某天晚上 女友在墓园旁边找到小白 发现他脸色很不对劲 而且他一直不愿意吃饭 女友一问才知道 小白正在摘戒 眼看劝不动他 女友只好放弃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白的行为模式 越来越像他的父亲老白 并且他现在也能召唤出恶魔了 这些小怪物都尊他为主人 有了黑魔法的力量 小白第一次感受到权力的滋味 他终于还是迷失了自我 这一天 女友提前下班回家 走进地下室时 正好撞见小白在召唤怪物 他穿着法袍 手持灵气 显得格外诡异 女友拔腿就跑 他这才明白小白休学的真正原因 并认为他欺骗了自己 小白追上去解释 说自己只是想弄明白 父母死亡的真相 因为亲生父母的事 他从未有机会了解 为了挽回女友的心 小白向他保证 如果他不喜欢 自己可以不再碰黑魔法 听到这里 女友渐渐平息了怒火 选择原谅小白 两人和好如初 然而男人的话不可信 晚上他们刚准备睡觉的时候 一只怪物悄悄潜入卧室 还爬上了他们的床 女友瞬间怒从中来 知道小白从未放弃过黑魔法 气得他连夜搬出房子 女友走后 孤独的小白更加沉迷于黑魔法 某天 两个矮人怪被他召唤出来 并告诉他 要想获得更强大的魔法 必须找七个人 在月圆之夜进行献祭仪式 到时候 他就天下无敌了 两个恶魔怪物 盯上了一对情侣 趁二人在喷泉边玩耍时 毫无预兆地袭击了他们 附近的朋友们听到喊叫声 竟无动于衷 因为他们以为只是情侣间的嬉戏打闹 与此同时 客房里的另一位女生 惨遭小丑玩具的攻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小白在得知 献祭能增强魔力之后 便开始了他的盘算 就在这时 女友突然回到了这个家 因为他不忍心 眼睁睁看着小白误入歧途 但他没有想到 小白的魔力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他像老白当年控制妻子那样 用魔法控制住女友 果然他的态度 立马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不仅给小白诚恳道歉 还主动留下来陪他 转眼就到了月圆之夜 小白再次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吃饭 殊不知 这几个朋友都将会成为他的祭品 但小白没有料到 这场召唤仪式没有增加他的魔力 而是怪物想借他的手 让他们之前的主人老白复活 很快已经成为僵尸的老白从地里复活 怪物们都欢呼雀跃 因为比起小白 他们更喜欢心狠手辣的老白 就这样老白成功地走出墓地 样子也比之前更像一个人了 但如果想完全恢复身体 他必须吸食活人的洋气 老白静止闯入屋内 并利用幻术把自己变成儿子女友的模样 一个接一个地干掉了里面的人 等小白看到老白时 才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而且怪物们都站在老白这一边 小白的魔力又没老白高 只能劝劝对方改邪归正 可惜老白不可能听他的话乖乖就范 于是父子俩开始疯狂念咒语 试图牵制住对方 不料这次小白继胜一筹 打败了老白 不甘心的老白决定 利用小白的女友来迷惑他 好在那两个矮人怪 及时提醒他不要中计 小白这才躲过一劫 这下老白彻底失去了耐心 直接隔空掐住小白的脖子 想吸干他的洋气 就在这前军一发之际 当年的仆人 也就是小白的养父赶到了这里 一举刺穿了老白的身体 紧接着两人扭打作一团 老白不忘使用魔法攻击 巨大的能量使房屋开始坍塌 小白和女友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仆人临死前大声提醒小白 让他赶紧带女友出去 自己则爆发出最后的力量 与老白同归于尽 小白和女友成功逃出房屋 然后开车离开这里 后座还跟着一群小妖怪 那本魔法书也被留在了屋内 或许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马桶妖怪 是一部早期的奇幻恐怖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